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英国了 英国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这个游军建桥的历史都非常悠久 是不是 悠久 但是其实来讲的话 真正到美国的这个四地经济里面 你看那些教育的影响其实很薄弱的 很晚 在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教育人力资本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比较举几个例子 英国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在1760年到1830年 这几十年 这多少年 这将近70年间 对吧 将近70年间 这更多的是资本 物质资本 这个积累它的重要性更多 比如投资占产出的比重 这个从这个6%上升到这个将近提升了一倍 但是实质率啊 你会发现基本上保持不变 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 主要是劳动比进行的产业资助导 对这个 这个教育这个人力什么要求不是太高 你比如说 在1840年 这个 对这个 你看只有什么 5%的男性工人 对吧 还有2%的这个语性工人 受估于那些对实质率比较要求比较高的这种职业 也就是文职人员啦 经历等等需要这个记录的 会计这些行当 经历人员才需要这些 那英国国人到了第二阶段 也就是到了什么 19世纪 末二世纪初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随着你工业革命的进展 对这个需求变得更加重要 所以说他这些 这种中学的普及率 开始大幅的提升 大幅的提升 但是 这个 这个 到了什么时候啊 到了1990年的时候 这个十多岁而弄到入学率 他开始全面普及 全面普及到1870年 十多岁弄到入学率 还不到一半了 普及率只有40% 再来很有意思啊 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你看美国 英国是到1920年 出来了这部教育法案的时候啊 这个 美国的这个 英国的这个义务教育 才正式形成 才正式形成 到了 到了 这是很晚间的时候 到20世纪初 20世纪初 但是 英国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美国的 美国的 美国的其实更糟糕 对吧 更糟糕 今天美国是这个世界上 教育的大国 强国 对吧 其实在 这个20世纪 这个早期 49世纪的时候 整个49世纪 对吧 其实在二战之前 大家知道 美国那些大学多世纪 野鸡大学 对吧 都不咋的 其实确实也如此 你们可以看得到 是美国在整个49世纪 这个 他对这个 所谓的供应化的眼镜 他才对这些文字人员 这个教育的销售代表 这些才有这么一个需求 这么一个需求 然后他学习的知识也是 从这些最开始实质就可以了 最后来 所以说他的工业革命的眼镜 他的知识水平要求很高 对几何代数 对吧 化学 工程这些方面的知识 开始催生起来 催生起来 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 这些普及 教育的普及 也是这样 循序渐渐地开始展开了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美国的这个高能教育的入学力 到了什么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国的这个高能教育入学力 到1971年 1971年的时候 还不到50%了 对吧 不到50%了 当然到今天很高了 到了今天这个 美国今天的这个 这个教育水平 已经超过欧洲了 超过欧洲了 所以前些年 这个欧洲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当时欧盟出来了 一个著名的计划 叫里士奔计划 里士奔计划就是想想 追赶美国的教育 把他的这个教育的投资 要拉上去 拉上去 好 这是意大利的 大家知道意大利文艺复兴 是不是 意大利 那个什么 玩铁球的哥们 很有文化 很有知识 确实如此 意大利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意大利的这个 教育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一个情况 这是1870年到2010年 我们看看这个 意大利的一个情况 这个黑点是意大利的 标诺数字的 标诺数字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是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几个特点 什么特点 到1870年的时候 也就是到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 意大利那个时候 其实的收入水平 已经相当高了 你看他一直都处在世界的 这个算是前点了 对吧 但是他的这个教育水平 其实也不咋的 还是很低的 很短的 所以到了后来 随着他的经济 不断的发展 产业不断的升级 然后这个教育水平 大幅度的提升 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以为意大利的一些 教育一开始的很高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也不详细展开 这几本书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 对吧 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 这个详细描述了 这些欧美国家 他们的这些教育 包括东亚这些国家 他们的教育是怎么体系 怎么演进的 对吧 怎么演进的 好 总而言之 我们讲的这个 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 就是随着你的 不同的发展阶段 整体上讲你的高能教育 这是它的儒学力 才循序限制的提升上去的 提升上去的 随着你的发展量提升 你的教育结构 才不断的提升上来的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谈 一种类型的教育结构 一种类型的结构 就是初等教育 高能教育的这种关系 一般来讲 我们讲高能教育 都是一个精致它的踏尖 踏尖 先一般来讲 一个教育的次序 先发展初等教育 然后再中等教育 再高能教育 再高能教育 当然 学前教育 那是一个很细时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学前教育 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 这个当今 主要的OECD国家 发展国家 他们的这个 教育结构的一个分布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 这是OECD的平均情况 这是平均情况 这是他们的 这个 学前教育 这是中等教育 这是高能教育 我们看看中国的 给他们对比一下 中国的是在这个位置 中国的位置 可以看到 这种教育结构差别 目前来讲 还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我刚刚提到这个 学前教育 现在中国的学前教育 幼儿园 幼儿园 其实还是比较差劲人 发达国家 学前教育 做得非常棒 学前教育 事实上刚刚提到了 是一个非常超前的 这个投资 超前的投资 超前的投资 是补充一点 补充一点 学前教育 这个是 补充地区 中国补充地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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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学前教育情况 这个 这张图是 中国的教育的 投入 占基地匹的比重 这是过去 我们10年 这是10年前的 对吧 2000年的时候 整体上是比较低 通过10年以后 整个国民的教育 这个投入 还是整体上是上升的 好 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即便是在什么 同样一个发展阶段 是不是 有一大堆的 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的教育 是搞得相当不错的 高等教育 这种现象就成为 教育赶超 教育赶超 现在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印度巴西 还有一些拉美的 一些国家 他们的教育 其实高能教育 搞得相当不错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超过 他们的发展阶段了 这可以跟韩国 做一个比较 我们以前反反复复复 强调 韩国相当上 程度上来讲 它是按照这个什么 比较优势的 循序渐进发展的 它的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 都是按照这样的眼镜 它的教育结构 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先优先发展这个什么 初能教育 再中能教育 其他国家 例如说 巴西这些国家 巴西这些国家 一开始 教育感超 比较严重 比较严重 那来解释 为什么这些国家 它的高能教育 超过了 它这个发展阶段呢 那有些人认为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 比如尤其上 拉美那些国家 就是为什么 权贵服务的 高能教育 我们就以为说 有钱人读的 其实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的高能教育 的规模相当大 相当大 超过了这种 为少数人服务的 这种体量需求了 当然 还有种说法 这个是人民大学 教育学院的 一个曹苏强老师 他提的一个观点 他是用 经济根据爱 做这个分析 我觉得这个分析 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认为高能教育 这种赶超 其实就类伸于什么 你赶超战略 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要优先发展 这种重工业 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资本往往是跟什么 技能都是疲惫的 当然我会讲 东北的故事 东北你想想 我们当时要布局 那些重工业项目 你那有人 会操作那些机器 对不对 你那些技能 是需要培训的 所以当时 你要建那样 人才培养 这些 包括军工也是这样的 工程大学那些 对吧 你的这些相关的 工程大学那些 都要类似的 更多 更多的发展 同时 你会发现 这个什么 发展这种国家 你的由于 你这个财力是有限的 对吧 你要去优先发展高能教育 高能教育 是很烧钱的一个行动 对吧 很烧钱的 那时候 你的总志愿有限 那你只能压缩什么 初能教育 中能教育的开支 对不对 来支持这个高能教育 大家同时来想一想 你回去问问你们的父母 这个很有意思 现在你问问 他们读大学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学费很低啊 基本上不要钱 是吧 只要你考进大学了 这个这个这个 当时这个 我老经常抱怨 我我我 我读小学的时候 大学不要钱 对吧 我读大学的时候 小学不要钱 这个这个 这都是高反啊 这个这个 为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那个时候 读大学不要钱 那个时候 那个这个老百姓 都是很穷的钥匙 对不对 他没有这个钱 来承担这个教育费用啊 对吧 并且他读了过后 如果你国家不能 他解决这些工作 他也不好找这些工作啊 说到他会觉得 你会发现 这样来讲 居民分摊的这个 高能教育这个成本 是很低的 全部要由国家来买单 对吧 说到这个也是中国 这个一个历史事实 对吧 一个历史事实 但是这很有趣的 对吧 很有趣的啊 啊 说到你其实是说 你如果是尊性比较优势 那种发展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个循序渐进的 你开始发展 劳动毕竟的产业 对吧 然后产业要升级了啊 一开始你不需要太多的教育啊 你去初等教育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产业要不断的升级啊 你这个时候才开始啊 这个这个 教育更多升级 对吧 循序渐进的啊 这样的反映到你的教育结构 也是这样的 先发展什么 这个初等教育的吧 启蒙一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医务教育 中等教育 职业教育的吧 高能教育啊 这样一步步的上去 一步步上去的 那你如果说维美比较 又是刚刚讲的 就相反的吧 反过来 那你教育这个 这个如果有柳区啊 你一系列的柳区啊 都会跟着来 你教育组织的安排 一系列的这些 大学的学费怎么收 刚刚讲了个例子 是吧 你一系列的 就要跟着它这个变化 说你的这个教育系统的演变 要好好研究一下 好好研究一下 好研究一下 中国整个教育体制的吧 我们现在讲教育体制改革啊 过去有对 机动结构的那些研究啊 我们是很多的 但是对教育这些系统 是怎么类伸出来的 怎么改革了 一步步怎么走的 这些要好好研究一下 用性结构去研究一下 这些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的话题 那最后啊 可以做一个实证检验 这个实证检验 做了一个实证 做了一些实证检验 你发现这种 就是说这种 如果你的这个 教育结构的吧 那刚刚提到的啊 这种扭曲的教育结构啊 其实它是类似于 扭曲的产业结构的 是不是啊 扭曲的产业结构了 这实证实上有双重扭曲啊 双重扭曲啊 双重扭曲啊 双重扭曲 这种扭曲实际上来讲 对个人来讲呢 你的回报率很低 对吧 那对宏观来讲啊 也你的对整体上 的回报率低 也就是你的经济增长啊 其实啊 其实也不是不是 这个有利的 对吧 不是很有利的啊 尤其是对那些 系列的有些流去 产生一些影响啊 你看这是用中国 整个这个这个 审计一个数据 做的一个一个一个 识别吧 一个识别 你会发现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上面这些点啊 都是说你的产业结构 比较符合 比较相对来讲 比较符合比较优势啊 下面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打擦伤的点啊 就是产业结构相对来讲 是违背比较优势的那些地区啊 然后呢 对经济增长的这个影响 对吧 收入水平的影响来讲啊 那毫无疑问啊 你这样 这个这样的教育结构的话 只要跟你产业结构相匹配啊 你才有更好的一个一个影响啊 更好的一个影响 那最后一个 那个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讲个东北的吧 啊 这个 这个 讲讲东北的这个故事啊 啊 东北的这个很有意思啊 大家知道 东北是我们这个 共和国的长子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的 中工业最初啊 是东北这个地方 是这个 感超的最严重的啊 最严重的啊 啊 其实也是最发达的 因为当时国家很多投资 就往那儿投 是不是啊 就往那儿投啊 那儿投了啊 我们那样的这个产业 也需要 那样的教育啊 对不对 说到那样 你会发现东北的这个教育 其实也很厉害的 对吧 其实你会回去查查 东北那些大学 对吧 当时是怎么建立的 其实跟当时的这个历史 关系有关系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讲中北这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中工业是赶超的 维背比原油是在扭曲的 对吧 那教育结构也是这种为这个中工业服务的啊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双重扭曲 这种双重扭曲啊 不是它没有好处 它当然有好处啊 为了赶超的目标 对不对 我们当时培养了那么多这个这个 需要的人才 当时是这个这个 赶超战略的目标是实现了的 对吧 但是从它的效率的角度来讲 有很多损失 那这种损失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说什么 你的这种教育结构啊 产业结构的扭曲 教育结构的扭曲 你不可能提供很多的就业 对吧 第二个你的教育也产生不了多少的这个创新 对吧 我们讲你教育也服务不了多少这个社会 这会容易导致这个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 这两点 那我们看看东北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教育的话 确实相对它的产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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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经济体量来讲 今天来讲 东北的这个教育体量是非常大的 东山人的吧 东山人的这个人口啊 比较跟广东是比较接近的 然后呢 你看我们会看一下的吧 这个这个东北的这个体量啊 这个人口的体量 其实跟这个这个广东省比较接近的 但是东北为全国贡献了将近9%的这个研究生 将近9%的这小大学生 对吧 那广东来讲呢 就是比较少了啊 不到4%的这个研究生 不到7%的这个大学生 对吧 比较大学生 东北三省啊 这个超出了广东省 对吧 将近五个点啊 两个点啊 这个这个 相对于湖北来讲 我们刚刚提到的武汉 对吧 也是教育重镇啊 东北的这个教育重镇也相当 相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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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大的 一个后果就是刚刚提到的 人才流失对吧 人才流失 因为你当地提供不了多少的就业 你毫无疑问 但是你教育搞得那么好 对吧 那毫无疑问 你会有一个啊 这个这个 当然了 再来要涉及到它的特殊性啊 为什么今天 需要国家的这个教育的财政转移 对不对 财政转移啊 这个因为它培养的是全国性人才 那你肯定要 好多的机会 要靠全国来提供啊 那这个是创新的例子很有意思 这里面我也举了几个例子吧 你可以看看啊 东三省 刚刚提到了 他这个人 整个人 对吧 还有那么好的这个大学生 那么多学校 远远超过这个广东省 但是它的专利 远不及广东省 对吧 你比如说 跟重庆跟四川比 这个比较更有意思 对吧 他们都是长度人口规模 东北跟这个四川重庆都差不多 然后呢 GDP体量 发展水平 对吧 交易体量都差不多 但是你会看看它的创新效果 对吧 这个2017年 东三省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专利啊 这个不到 这个4.5万件 对吧 但是从前 成都跟从 这个四川跟重庆有10万件 你看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就说你产交没法融合 你没法搞很多创新 你没法进行转化 对吧 反复不了 反复不了 所以这些举是一个 比较安利而已 觉得安利而已 对吧